好,我們接下來要上的是氣溫跟濕度還有一些別的 氣溫是廢話嘛,氣溫就是空氣的溫度廢話一句 這個是烤過的 涼氣溫要在陰涼的地方涼 我們要涼的是已經經過熱平衡後的溫度 所以不可以把溫度計直接放到太陽下面曬 這樣太陽一曬,溫度就上升,因為雨嶺飄過去溫度就下降 這樣子就不是真正平衡過的溫度 這個你當回寫,客人就會寫到 畫一張圖問你說哪一隻手涼到才是溫度 答案是陰影處,陰影處的地方 OK,這是有烤過的 最高溫就看看就好了 最高溫出現在下午2點,1點到3點之間 這個是因為吸熱跟放熱的平衡的結果 最低溫出現在日出前 為什麼? 因為太陽下山以後就不再吸熱就在放熱 放熱放到日出前放最多 所以日出前的氣溫最低 然後呢這個跟李化老師教的是一樣的 李化老師有教過一杯水沒有辦法無限制的溶解糖 有一個限度 那麼同樣的一堆空氣沒有辦法無限制容納水蒸氣 也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呢從葉片上蒸散,生物膠的 或者從湖面河面的蒸發的水蒸氣到空氣的時候 它能夠容納的有一定的程度 那麼這個程度基本上跟氣溫有關係 溫度如果越高,能夠容納的水氣量就會越多 溫度越高,容納的水氣量會越多 那麼如果容納到最多裝滿的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飽和 這個跟李化老師在教那個溶解度的時候的腳法是一樣的 因此我們就會有個叫做相對溼度 這個空氣,這一公升的空氣裡面含有五公克的水蒸氣 這叫做絕對溼度,這個並不重要 因為如果你最多裝六公克,你裝了五公克就快要裝滿 可是如果你最多裝十公克,或是裝一半 所以那個不重要 所以那個比較值比較重要,叫相對溼度 國中升是這樣子算的 分母是最多裝多少 分值是我有裝多少 乘百分之一百 因為數學上要乘百分之一百才會有百分符號 高中會用所謂的路點溫度去算 那個高中以後再弄 我們國中升就是這樣算 最多裝多少 我有裝多少乘百分之一百 叫做相對溼度 比如說 我最多裝二十二公克 現在裝了十一公克 所以就是二十二分之十一 然後乘百分之一百 算出來叫做百分之五十 我們就是這樣做 最多裝多少 國有裝多少乘百分之一百 就是我們國中升要來算相對溼度的方法 這裡當然可以考計算 但是我講過 剛剛跟你講過 就是聯考程度到目前為止 第一科考試 沒有考過計算 最輕輕是考對 就是學測考對 而且學測是用路點溫度考 不是樂考 但是我講過重點不重要 題目告訴你說 A除以B叫做相對濕度 給一個表格 給大家看到一把晃進去 列式就好 這樣子也叫考試算題 這是最接近考試算題一次 但是現在沒有考過 但是你還是要會算 因為我們老師會考 而且我喜歡用一個比較有 因為這樣考還沒有水準 這樣考還沒有水準 最多裝二十二 我比較喜歡考一個比較有趣的考法 給一個表 畫一張圖 然後問你說像類似是多少 這樣子感覺 比較水準一點 但是你要會算 你還是要會算 雖然學測聯考的程度 到目前為止沒考過 你還是要過會算 要會算相對濕度 裝滿的是多少 100% 裝滿是有用的 但我要告訴你 還有一個舒適度指數 這是氣象局發佈的 是不是 就是你感覺如何 你感覺如何 你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怎麼樣之類的 然後呢 如果溫度很高 濕度很大 你會覺得不舒服 或覺得很悶熱 或者怎麼樣 通常是二十多度的氣溫 四十到六十的相對濕度 你會感覺比較舒爽一點 太濕了 太乾眼一樣也不好 溫度太高的 就會容易悶熱不舒服 不愉快 好 這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當然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 我也背不起來 我也去背起來 背不背不起來 那個神奇偉 他就這樣算算算 你不用背這個公式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上面只出現兩個因素 什麼因素 溫度跟濕 可是 他這個路已經濕度了 他只出現了溫度跟濕度 可是 你的感覺如何 你覺得如何 還會跟 有沒有風有關係 有沒有風有關係 我看過一個報導 剛剛看的時候 聽死了 說我姐 紐約氣溫零下四十度 你怎麼這樣 紐約零下跟南極一樣 看裡面內容 就是 紐約氣溫零下四八度 風吹過去 感覺好像零下四十度 感覺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體感溫度 就是你感覺到的溫度 體感溫度 你感覺像是零 因為風吹過 天氣冷 風吹 你感覺 更冷 風寒笑意 體感溫度 嗯 那個 教一半下 OK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就知道一件事 你不用背這個攻勢 你要知道一件什麼事 你要知道 你的感覺跟什麼有關 溫度 濕度 有沒有風有關係 可是 氣象局在這算了什麼 就算了 溫度跟濕度 沒有算 風很難弄 而且沒有算過 這件事情都可以 其他人就不用管 然後根據這個標準 就出現一個 他就會 他有沒有跟有些風啊 什麼什麼之類有關係 可是氣象局只算 他說人的感受啊 跟什麼年齡啊 也不有關係啦 還有溫度 濕度跟風啊 可是氣象局沒有算風 氣象局沒有算風 氣象局只算了溫度跟濕度 然後總會有分六個等級 你看過就算 看過就算 你也不用背 知道 知道 這個是台灣的分法 像香港 他分法就會 不太一樣 每個國家分法 不一樣是我們台灣的分法 看一看就可以叫做 舒適度指數 OK 有問題嗎 沒有